新美市两名消防员公器私用合作成租共享特斯拉 但是又不愿意再多花钱 竟然停到大队部办公室的地下停车场 轮流将四辆特斯拉充好店之后 再出租给民众赚取外快 窃取公家店长达一年左右 消防局接获检举之后发现行为属实 将两名队员移送地检署侦办 也各计一大过一小过处分 通往地下停车场的车道上 写着大大的消防驻地外车进入字样 不过却惊传有消防员公器私用 将脑筋冻上公用店 根据检局者指出 有两名新北市的消防员 在这个地下室停车场 窃取公家店长达一年左右 新北市两名消防员每个月花600元 在大队部办公室的地下室 各自乘租停车位 他们自己带转街头 轮流帮四台特斯拉车充电 充饱后在私下出租给民众 借此赚取外快 如果在一般的停车场的那种慢充 那大概要七个小时左右才能充满 公用的停车场它会有充电 那它可以额外收费 它会额外收费大概两三百块 一个月只花600元 利用公家店就能租车赚钱 甚至连民众租了来取车 都是直接到消防局 这栋大楼的地下室开走 大胆心境遭到检举 不过当事人一开始还变称 有缴停车费并不算窃电 阵风市解入调查 认为检局属实 决定将这两名队员移送 新北地检证办 本局在未来 停车管理的部分会不定时抽查 长期窃电冲保特斯拉 在租界出去赚外快 两名消防员利用公家店谋私利 一时贪念现在换来寄过 陈储备依法送办 记者王武祥于林宇新北报道